齐齐16岁的花季少女 少女齐齐生活在一个有一点拜金的家庭 在别人都忙着愉快玩耍的时候 齐齐的外婆和外衣婆 却忙着对她进行各种成为淑女的训练 原来齐齐的妈妈当年和一个不靠谱的男人 有过一段不完美的恋情生下了齐齐 导致最终要去卖唱为生 于是一家人对长得颇有几分姿色的齐齐 吓足了苦心 想让齐齐攀上个高枝变凤凰 快歌表示 这物化女性的有时候正是女性自己啊 齐齐有一个富二代男性好朋友加斯顿 和齐齐来往十分频密 因为加斯顿和齐齐的家人也是世交 所以两人也就没太顾忌男女之别了 可结果某次加斯顿带着齐齐一家出去旅游以后 齐齐的外婆就不让加斯顿和齐齐来往了 加斯顿说怎么回事呢 我和你家姑娘是兄妹之情啊 外婆说 你看看我们家齐齐 看到你就一副明媚忧伤 婀娜多姿的小样 你要是还想和她来往 就必须负责任了 加斯顿觉得太麻烦 本想就这么涮了 可是在街上晃悠了半天以后 又觉得齐齐长得其实也不错 而且自己好像也喜欢齐齐 还是收回家做媳妇省事 两人在一方磨磨叽叽的求爱和私逼以后 终于走到了一起 电影齐齐是一部歌舞剧 该片的故事改编自法国作家 克莱特的同名小说 该片上映以后成绩不俗 获得了包括第31届奥斯卡 最佳影片在内的诸多奖项